大家好 我是曾一貞 歡迎收看真心話大冒險 宝寶們 歡迎收看今天的 真心話大冒險 怎麼會只有寶主一個人呢 因為現在我們的神秘嘉賓呢 現在正在接受訪問 等一下 他馬上就來了 首先邀請我們的寶寶們 如果你進到我們聊天室啊 記得要先幫一貞 應援寶主喔 按讚加一 好 告訴我你是在哪裡 收看真心話大冒險呢 感謝我們的會員朋友 謝謝大家 好多人家會員喔 黃泉民 方俊生 謝謝你們持續的準時應援 蔡立衛寶寶 無安無安 好 另外呢也邀請大家 陳春造 無安無安 阿姨無安 還有益生 另外今天好多朋友已經進來了 金群 無安 好 歡迎大家 記得一定要幫我們 把連結分享出去 今天我們要談的題目呢 包括俄羅斯承認了 普丁這個重大的一個宣佈呢 烏克蘭分離主義地區獨立 然後呢坦克大軍直接開一排 進入了烏東地區 這樣開進去 到底算不算是維持和平 還是算入侵烏克蘭呢 好 美國 歐盟跟俄羅斯 烏克蘭大家都有不一樣的想法 因為烏東地區本來就很敏感 那問題怎解呢 會不會親二親二 親到最後就變成是俄羅斯的呢 好 這等一下呢 金文集大時候來幫我們分析 首先邀請大家一定要記得 幫我們按讚應援 把連結分享出去 同時呢也非常的歡迎 您是我們的會員朋友嗎 好 如果在聊天室裡頭 您的名字有被變色 那謝謝您的支持 以及我們的會員朋友了 歡迎大家喔 每個月呢只要少額的贊助 你就可以幫助我們的節目 不論是真心話大冒險 或者是逸真所有的節目 都可以幫助我們 長長久久的經營下去 在這邊也先謝謝大家了 好 首先呢 我們的會員制度啊 每個月固定的扣款 有每個月75元 就可以好好的應援 每個月200元 感謝你幫助我們節目走下去 每個月1000元 失之上的幫助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加會員挺中天 那首先呢要跟他說 我的來賓已經來到了 今天呢哇這個問題啊 真的是問大使就對了 資深外交官 前駐紐西蘭也是駐 歐洲大使借文籍 借大使 午安 午安 各位朋友好 借大使你最近 行程工作滿檔對不對 烏爾危機這個 對 對 對 最近好像事情比較多一點 對啊 其實今天大家在討論 因為普丁這麼一承認 上個禮拜我們還在跟大使聊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囉 我們來聊 我怕很多人可能 對於這個烏克蘭俄羅斯 這個地點位置沒有那麼熟 所以呢我印出了 這是來自BBC 他們做的一個這個地圖的分析 那BBC它這邊呢 直接把這個影像已經框出來了 的確俄羅斯旁邊有兩塊 這是親俄地區 但是呢如果以技術上來說 它應該還算是烏克蘭的 但是他們覺得自己是獨立的 那以前烏克蘭跟俄羅斯 也沒有真的就是把話的說的 這麼死到底是誰的 就維持現狀 那普丁呢今天突然間做了一個宣布 就是承認 頓涅刺客還有盧甘斯克 這兩個地區呢 承認他們獨立 那就表示他們也不是俄羅斯的 他們也不是烏克蘭的 我這樣子分析 對嗎 完全正確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俄羅斯今天派軍 已經到了頓涅刺客 所以這個不叫做入侵烏克蘭 這個叫做維和部隊來進駐 但是呢我們說 這麼說戰略上也真的很微妙 透過承認這個敏感地區的獨立 來達到拜登說啦 達到普丁 達到普丁要的效果 大使你怎麼看呢 現在這個局勢 我覺得這個局勢 就先從這兩個新的國家講好了 盧甘斯克跟頓內刺客 事實上在2014年 當時烏克蘭自己發生一個廣場革命 也就是說實話啦 就是西邊的那一派 打贏了東邊的那一派 就烏克蘭分成東西兩邊 西邊內掛是比較清歐美的 西方的 清美那邊的 東邊這邊請比較清俄的 那當時的總統 烏克蘭是從東邊選出來的 雖然是全一齊選是東邊的人 可是當時那一場廣場革命 把這個東邊的總統 把他趕下臺了 所以那個時候就內部一片混亂 那當時呢這兩個 原來的烏克蘭的省份 這個頓內刺客跟這個 盧甘斯克就舉行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的結果是 都同意成為獨立的民主共和國 所以在2014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宣布自己是獨立的 民主共和國 那他們當時還有一個要求啦 就是說要求再回歸到俄羅斯 可是俄羅斯當時沒有同意 就是他們想要 有技術性的加入回歸俄羅斯的概念 對 因為這邊的人口的 主要的人口是屬於俄羅斯裔的 對 俄羅斯裔的 那當然就是說這件事情 後來烏克蘭當時後來 新的總統就決定出兵討伐 出兵討伐 就是討伐這兩個 討伐藍色的這兩個國家 這兩個國家 那到目前死了一萬四千多人 到目前為止 所以就是說內戰一直在 一直在不斷的發生 對 那明斯克協議 就是當時由法國 德國出來調停 那麼簽了一個停戰協議 就讓這個停戰線 有一個停火線 大家就不要打 就是維持現狀了 大家都不要再有任何的 如果你要加入誰 誰要加入誰就不行這樣 可是問題戰爭也沒停 也就是說一直還是打打殺殺 就是說小規模的 你丟兩個手榴彈 我打兩顆破擊炮 就這樣一直就這樣子 拖泥帶水到今天 那最主要是烏克蘭 不承認這兩個國家 是獨立國家 明斯克協議的時候 烏克蘭已經承認 它是屬於自治區 它有自治權 可是不承認它有主權 可是這兩個地方說 我也有主權 因為我通過公民投票 那所以就這場戰爭 就一直沒有停 那這一次因為 那個普丁是希望 烏克蘭承諾不要加入北約 那可是烏克蘭就是 現在哲倫斯基總統 它就一直想要加入北約 因為它認為加入北約以後 它就可以找到 要整個西方國家怎麼樣的幫忙 來把這兩個國家 它靠武力的方式再奪回來 所以普丁也就是說 那你要放棄打消 加入北約的這個想法 那所以這次的危機就這樣 因此而起 那不過就是說 因為折倫斯基一直沒有接受 目前的兩個核四佬 一個是法國 一個又出來核四 德國嗎 德國跟法國 這個核四佬 對這個折倫斯基總統 烏克蘭的要求就是說 你乾脆接受 你放棄加入北約 而且你就簽一個條約 所以這歐洲希望 烏克蘭說 你就放棄吧 你就不要加北約了 你不要加北約了 你就沒事了 那烏克蘭 你們這個 你就不必現在每天 生活在戰爭的陰影之下 可是大概這個折倫斯基 搞不清楚狀況啦 他不曉得政治很現實 是靠拳頭的 靠哪個手比較粗 那一直拖 一直拖 說普丁大概已經覺得 沒有耐心了 沒耐心了 我就再進一步 他這一步其實是進兩步 第一個就承認這兩個國家 第二個他把他的軍隊 派進來做維和部隊 所以就變成更靠近 烏克蘭 已經不是邊境了 已經是烏克蘭 真的是家門口了 再差一步就要進去了 從俄羅斯的解釋來說 我沒有進烏克蘭 因為這兩個不是你 這不是你烏克蘭 這是頓內斯克國 共和國跟蘆甘斯克共和國 他跟我簽了一個 互助友好條約 那基於這個條約 我派維和部隊進入 所謂的維和部隊 跟一般的部隊 有什麼不一樣嗎 比如我們演習看到的那些 大軍啦 然後那些什麼破擊炮 坦克啊 他這個就是說 他的出兵的民意吧 民意不一樣 民意就是來維持和平的 不是來打仗的 OK 來停止戰爭的 所以是打著這個 和平的旗幟進入到 這兩個新的共和國 但其實如果以美國來說 美國之前不是也是 以反恐的名義 也進入到很多國家去嗎 對啊 所以美國自己示範出來 很多學生啊 因為他常常這樣做啊 所以俄羅斯就如法炮製啊 如果以美國標準來看的話 對不對 北約也常常去調停一些戰爭 但最後北約有佔領那些國家嗎 沒有嘛 對 所以俄羅斯 如果說以美國標準的話 這樣做合理吧 從俄羅斯的角度上是合理的 而且我們今天我們是第三者啦 就是說你要覺得合理 也可以就是說要合理 你要覺得不合理 也可以覺得不合理 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這是他們家務室 可是家務室的話 所以譬如說這是烏克蘭家務室 那你要進去說 是好男方隊還是女方隊的話 那你就選邊啊 這個分析就真的是家務室 對對對 這家務室啊 那這邊的 你在支持哪一方 這邊的一定要說 我們現在分家 選邊站就對了 對 要分家 那現在目前呢 我們如果以大使來看 現在烏克蘭他選邊站 他有沒有他有動搖了嗎 烏克蘭我覺得一直都在動搖 一直都在想說 到底親俄好還是親美好 因為澤倫斯基不是前幾天 他有講說 如果美國人真的要幫助我們 不然邀請那個拜登 你到我們的烏克蘭前線來看看 對 拜登 拜登也沒理他 沒有理他 斷然拒絕 他叫下面人傳話說 怎麼可能呢 不可能啊 對 所以這次美國就是說 底線被釋出來了 怎麼釋出來了呢 就是說第一個 烏克蘭危機出現以後 拜登有做了一個重要的宣示 就是說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那麼美國不會派一兵一主 對 然後另外一方面 因為俄烏的情勢 這個緊張情勢加深 他把這個大使館先撤 然後叫美國三萬僑民也都撤 然後呢 他美國原來 有150個軍事教練 他也要撤 所以他不是說人家有事 他派人進去幫忙 他反而把他們的人 全部都叫走了 你們通通快走 快離開 通通叫走了 而且這一次俄羅斯做了這一招 承認這兩個國家 然後把回合都會派進去 國際上也沒話說啊 雖然一直譴責 但是也沒話說 拜登做了一個所謂的行政命令 他說要做經濟制裁 對 而且他制裁的也很妙 他制裁這兩個國家 他制裁 沒有制裁俄羅斯 也不是制裁烏克蘭 他制裁這兩個 就是宣佈獨立的國家 他說美國人不能跟這兩個地方 做生意 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老大搞不定了嘛 那好啊 大家都不要來啊 大家都不要做生意啊 反正我們現在制裁 整個局勢搞得那麼混亂 那也逼著這些做生意的商人 包含軍火商嗎 也不可以幹嘛做生意嗎 應該都不行嘛 應該都不行 而且也不能去投資 所以這個跟他原來講說 他要大規模 要做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制裁 制裁 經濟制裁 看起來好像跟他原來說的不一樣 不過他可能也就是說 這個就是普丁他這一招出的 有一點點妙的問題對不對 我覺得普丁真的很厲害 他面對媒體好會講話 然後面對這種軍事 哇 大家沒想到他來這一招 這招真的沒想到 真的沒想到 大家原本只是西方媒體在想說 怎麼打這邊打那邊打 從哪裡黑海派兵啊 白俄羅斯啊 大軍入境 都不用 直接這一招完美化解 對這一招其實 烏克蘭本身也沒料到 他應該要料到 他現在這一招 烏克蘭還真的沒辦法 現在除非烏克蘭就變成就是說 那我就再繼續打 跟你硬來 我要守護我的 守護國土 那俄羅斯軍隊就在這邊 跟烏克蘭的軍隊打 對不對 他說我是幫助我的友邦 來協助那個烏克蘭 對我兩個友邦的侵略 他也有他的道理啊 那國際法上這個 其實這種烏克蘭現在跟他這兩個 這種現在已經獨立出來的神 應該叫交戰團體 我們在國際法上這種叫交戰團體 交戰團體 他這兩邊都是交戰團體 因為有人承認他 有人承認他 對不對 那你這個國際法上到底誰對誰 誰是官軍 誰是賊軍啊 對不對 這個很難分啊 所以國際法上這個交戰團體 那只要是交戰團體就可以 所以怎麼講呢 基本上享受戰爭法的保護 這個是不是有點像 你知道在敘利亞內戰的時候 當時也有嗎 美國就說 他們那時候軍政府是恐怖主義 但是俄羅斯就說沒有 那美國就覺得俄羅斯 你這樣不行 你都賣武器給恐怖分子 就是一樣的嘛 誰是官 誰是兵 對 俄羅斯認為這兩個是 這兩個是正統國家 那美國認為他是正統國家 那現在就是這樣子 就回到敘利亞一樣 那俄羅斯認為 阿耶德這個政府是合法 正規合法的敘利亞政府 就有支持他 那其他的反抗軍呢 都是叛軍 那美國認為叛軍都是合法 有合法性的政府 那阿塞德是暴軍 阿耶德是炮軍 所以國際上本來這種事情 就發生最多 最後靠什麼 靠拳頭 對 所以俄羅斯的內戰 其實還沒完 他們其實自己 美國人 美國派軍隊進去 也派射飛彈什麼的空襲 進去出來連年的戰亂 最後呢 俄羅斯危機解決了嗎 俄羅斯人民有過上更好日子嗎 看來也是沒有 而且搞到最後 還是他們自己內部 自己國家內部 自己調節 自己說得算 所以每次美國在這邊 攪了那麼大一局 其實大家也都在看 美國這次的用意是什麼 我準備了一支新聞袋子 二出兵屋 好 我們先來看 這則新聞袋子 然後等一下呢 回過頭來 我們再請大使繼續 來幫我們分析 很多人在問中方會撤僑嗎 中方有撤僑的預算嗎 好 等一下 我們看完這支新聞袋子 回來跟大家持續分析 烏東局勢產生劇烈變化 俄羅斯軍隊已經開始進駐 俄國總統普丁在全國演說中宣布 承認頓內斯克和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主權獨立 然後簽署法令 並且馬上以違和名義派兵進入該地區 普丁這項舉動招致西方各界的抨擊 英國 美國以及歐盟紛紛表示採取制裁的行動 事實上這兩天美軍已經在東歐升級軍力的部署 美國空軍在羅馬尼亞進行空中防禦演練 準備隨時因應緊張局勢 法國總統馬克宏最為憤怒公開指責普丁違反協議 而由他牽線的普拜高峰會有可能會泡湯 普丁承認烏東兩地區的消息傳出 俄羅斯的股價暴跌10.5% 創下2014以來最大單日的跌幅 國際石油基準布蘭特原油上漲2%到每桶95.39美金 而一路上升的金價有可能在短時間內 一樣斯飆破2000美金 烏東地區原本政府軍與分離分子之間就炮火不斷 現在俄羅斯正式派兵進駐 要是插槍走火的話 恐怕會給俄羅斯正式入侵烏克蘭的理由 記者綜合報導 謝謝我們的好朋友 謝謝吳迪出豬頭 還有我們的醫生 以及葉君也來了 葉君武安 還有C.K. Lee FSC 惡命黃全民 臺灣問題專家黃赫星 探極秀極 謝謝我們的公牛武竹 邀請大家黃全民 幫我們按個讚喔 來繼續我們來聊了 所以之前大家還在說 你還記得嗎 這混亂當中的前一天 大家不是還在講說 俄羅斯撤兵了 一夜之間化解危機 從白俄羅斯那邊撤 撤了一整排坦克 所以那整排坦克是 運到別的地方去嗎 對啊 不管是怎麼樣來講話 俄羅斯的軍隊都沒進 理論上都沒有進入烏克蘭 他在白俄羅斯 他在俄國俄乌邊境 那現在從俄羅斯 目前這個安排 他先承認這兩個國家 那他軍隊進入什麼 他也從俄羅斯的理論上 他也沒有進入烏克蘭 所以你今天他說 要派兵入侵烏克蘭的話 烏克蘭說 那個俄羅斯說我沒有啊 我的軍隊沒有進入烏克蘭 因為那兩片土地 不是烏克蘭的土地 而且是依照這兩邊 這兩盧竿刺客跟盾內刺客的 人民自己經過公民投票以後 決定自己是獨立主權國家 所以你說普丁的這個盤算 是不是很縮密 那這樣子我就問一句啦 那如果說這兩個國家 現在是明著獨立了 原本是自治嘛 現在等於是明著來了 反正俄羅斯已經 已經算首次表態承認 他們兩個是獨立國家 因為之前是自治區 現在已經承認 他們是獨立國家的話 那對烏克蘭來說 是不是算是 沒有重傷的話 也是瘸個腿了 瘸了一條半腿 還加另外一腿 半瘸了 一隻腳全瘸 一隻腳半瘸 所以對烏克蘭總統來說 現在應該是 你們想要靠美國挺他們 他應該要出兵收回 他兩個叛離的省份 因為這兩個省份 已經正式叛亂了 但看起來 他應該進去要收兵 以目前來看 烏克蘭好像也沒這個打算吧 烏克蘭沒這個實力 沒這個實力 原本想說靠北約 靠歐洲 靠美國爸爸 結果沒想到 美國爸爸不但人沒來 還把他們的人都給叫走了 文兵武將 武將沒進來 文兵也叫走了 全部撤光了 好 那很多人之前大家都在說 會不會打起來要看中方會不會撤僑 來 今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主持立行的記者會 給大家做了一個回覆 中方會不會撤僑 這算是一個判判的標準 應該是很標準的 好 來 那我就告訴大家 汪文斌怎麼回應呢 他說烏克蘭東部的局勢 發生了重大變化 中國駐烏克蘭使館 已經發布了有關提醒 提醒什麼呢 在烏的中國公民還有企業 加強安全防範 中國外交部急駐烏克蘭使館呢 會繼續在烏國的 中國公民跟企業 保持密切的聯繫 提供領事保護與協助 所以其實講到最後 沒有正面回應要撤僑 也沒有提高危險升級 只有說會保護好安全 做好包括公民跟領事館的溝通 對 所以不是沒有撤僑 沒有撤僑 沒有撤僑 就是沒撤僑 如果說中方撤僑的話 應該是會派軍機 這樣子才叫做大規模 很嚴重的撤僑 對 他就會宣佈 我現在這個情勢危急 所以宣佈撤僑 各地的僑民 可以跟大使館領事館聯繫 會安排撤退的各種協助 如果是撤僑的話 就是這樣做 而不是這樣講法 這樣只是提高警覺 大家注意一下 對這件事情有一個回應 因為這是記者提問 對 這個因為很多層級 在外交上處置 這個應該是一個很 怎麼講 強度並不是很強的 一個處置方式 那今天王文斌 其實中國外交部犯人 王文斌也跟這個 舉行記者會有做出一個回應 因為今天大陸外交部長 兼國務委員王毅 他跟布林肯通了一通電話 雙方也是救烏克蘭問題 還有救北韓問題 交換了這個意見 那王毅當時是說 雙方對烏克蘭局勢演變 表示關注 但是在烏克蘭的問題上 立場是一貫的 就是任何國家應該要合理的 受到尊重 其實這就是 中國最近幾年一直一直在 呼籲各個國家也好 呼籲美國 就是不要干涉他國的內政 另外一方面 中國大陸對於這個 所謂的這個領土主權的變化 他是比較持比較保守態度 當時克里米亞 當時也是公民投票 也是宣佈獨立 俄羅斯就把他說 那就回到俄羅斯的 這個國家裡面去 當時聯合國表明 要有關制裁的時候 中國大陸並沒有出來說反對 中國大陸是棄權 棄權其實就是說 在這個他也顧及到 俄羅斯的立場 可是他也維護他自己一貫 也就是說 承諾的標準 主權國家領土完整的問題 是要不能 不要經過這種 幾乎是近武力的情況 是要改變的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這個立場是 不是今天存在的 而是一貫都存在 那麼放逐四海接準 對任何國家 他都會強調這一點 有 今天好 剛才說到了俄羅斯 俄羅斯今天最大的消息 就是他承認了 頓內刺客跟甘羅斯客 這兩個原本的自治區 變成國家 那請問中方成不承認 這兩個地區現在是獨立國家呢 這也是一個關鍵 還沒有承認 還沒有 沒錯 大使 你的消息 真的follow的非常非常的快 這個記者會也才剛開完 沒多久而已 各位 來跟大家報告 汪文斌怎麼樣做回覆呢 他說 烏克蘭問題 有複雜的歷史經維 和現實的因素 那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 是一貫明確的 沒有發生變化 也就是說 他沒有進一步的跟進普丁 或者是進一步認為 有任何變化 完全的就是維持現狀 比照當時的國際法式 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對 所以這兩個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國家跟進 跟像俄羅斯一樣去承認 所以也就是說現在呢 這兩個敏感 反正他們就是親俄的國家 唯一承認的 目前就是俄羅斯 就是俄羅斯 那俄羅斯會不會是一個指標呢 譬如說親俄的其他的國家 會不會美國常常拉幫結派 我承認這邊 那你們承不承認呢這樣子 那俄羅斯這樣子 比較可能的 可能看中亞五國吧 中亞五國 怎麼說呢 有沒有哪幾個國家 會算是特別的指標 俄羅斯有特別的安全協定 對 等於說是關係最密切的 那還有就是中亞幾國 有所謂的經濟聯盟 經濟聯盟的部分 對 所以如果要看關係的 親疏遠近的話 我覺得比較親的 可能是白俄羅斯吧 白俄羅斯你看也還沒動 也還沒動 謝謝 防罪醫生寶寶 根本是烏克蘭自己在內亂 謝謝你的斗內應援 美國瞎扯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令人生氣 徽編齊編辛苦了 謝謝百合花 已經加會員13個月 大家衝一波按讚人數 謝謝 徽編感謝大家 Yves Ward 謝謝你 新允官唐伯虎點文香 謝謝你的應援 美國支持中國叛亂的省份 西方為何不譴責 謝謝非常小小漢堡 Edison Lu 好 請大家持續的應援 我們繼續來討論 哇天啊 現在人數已經 標超高 大使 你今天講這一題 分析得非常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 白俄羅斯 我們剛剛說 他有沒有跟進普丁 來就是有沒有要承認 他們獨立呢 但是問題是 現在啊 白俄本來說好了 20號演習就結束了 沒想到呢 他們一聲令下說 邊境很動盪 抱歉演習沒有要結束 演習我們要繼續 來衛星照片給大家看 好 看得到的白白的地方 好 這些呢 這些不是什麼點點 這不是什麼影像 這是呢 俄軍的蘇俄五攻擊機大隊 對 所以他這樣子 哇 這幾架 12345678910 123454516 好 這裡應該有三四十架吧 對 三四十架的這個戰機 這樣都是編隊算是龐大的吧 非常龐大 白俄羅斯也就是在 各位白俄羅斯在哪裡 在烏克蘭的樓上 烏克蘭上面 這邊就是白俄羅斯 也就是說攻擊機大隊 真的是 現在真的是 左線預備 右線預備 全線預備 攻擊機大隊隨時可以出動 他可以也可以不要 對啊 如果你烏克蘭今天 好 你 澤倫斯基 說我現在就揮兵 進入盧干什克跟這個 頓內茨克 那很可能 這個在白俄羅斯的軍機 可能就會有動作 所以這些部分就看怎麼做了 因為這個外交施壓 這個目前來講算是 軍事外交一起施壓 那如果說烏克蘭還是不就範 我說就範的意思就是說 你就簽個約承認 你就拒絕保證不加入北約 現在就是要你 你折倫斯基做這件事 你如果在這邊拖的話 那下一步很簡單 就要白俄羅斯也來承認 盧干什克跟頓內茨克 到時候就說 這個外交效應的話 就是軟硬監視的情況之下 烏克蘭可能就沒辦法招架對不對 烏克蘭就變成壓力更大 但是我覺得今天也要看一點 大使 美國也沒有跳出來否認 說他們兩個不是獨立國家 對吧 我覺得烏克蘭 沒有看到他們做這方面的評論 基本上烏克蘭已經被賣掉了 烏克蘭被出賣了 各位 已經被賣掉了 曾經信誓旦旦的 還收很多情報 讓烏克蘭如此親美的 烏克蘭已經被賣掉了 已經被賣掉了 因為這個叫什麼 叫你這個自己國土 被人家承認了 那你一夜之間就沒有了 原本從敏感地帶 變成已經是別人的 也不是說別人的 就是他們自己獨立了 而且你不承認 這兩個是獨立的話 那你就意思說 就烏克蘭的角度 這兩個還是你烏克蘭國土 那俄羅斯軍隊已經進來了 這樣就變成等於是 俄羅斯已經打過來了 已經進入烏克蘭領土了 你怎麼辦 你沒有保家衛國 可是現在就變成說 不是你烏克蘭怎麼認定 美國就沒有認定說 烏克蘭已經被打了 對啊 美國也沒有說出兵 美國的反應並沒有說 你這樣子做 拜登可以講 你俄羅斯你這樣做 就形同俄軍正式入侵烏克蘭 這句話拜登不敢講 那今天聯合國緊急的 開了一場會 對 因為烏克蘭要求召開 烏克蘭要求召開這場會議 所以烏克蘭現在是 還是希望西方 就是希望聯合國來投了 那絕對不會有效果 因為俄羅斯也是聯合國 俄羅斯是安理會的常任領事國 做的任何決議 俄羅斯可以否決 只要有一國否決的話 就只有 因為有五個常任領事國 中美英法蘇 中美英法蘇 中美英法蘇有否決權 也就是你安理會 你如果說以聯合國角度說 我們要做任何事情 可是呢 俄羅斯不同意 什麼都做不成 這就是聯合國目前的現狀 就是如此 這是國際現實 那今天普丁 他其實講了一個小時的演講 但他同時也講到了一個重點 也是講到了烏克蘭的歷史 大家要想一想 烏克蘭以前到底是 這個國家從何而來 然後順便 應該也是講給美國聽的吧 講給拜登聽的吧 美國其實也知道啦 美國就是故意進去 他就是不想提到 就吹奏一齒春水 從中混水摸雨 那等一下我有問題 美國人做事 對他們沒有利的 他們不會做的 那為何從敘利 我們應該說從阿富汗 撤兵之後 然後呢一路的抗中 然後呢突然間 來了個立陶宛 繳獲了台灣兩岸的這個關係之後呢 又來到了烏克蘭 因為美國事實上 他這個國家 我們只能說他是一個島國 他像英國一樣是一個島國 烏克蘭 像英國 美國 美國的這個島 他這個島雖然他上下有不同的 可是他是個大陸 可是他是隔著大西洋跟太平洋 跟歐亞非大陸分開 很大的島國 很大的島國 那英國是一個小島國 小島國 英國的這個外交策略 他要做什麼 他叫這個叫Balancer 就是一個平衡者 平衡什麼呢 平衡別的國家 怎麼樣呢 像英國過去的外交政策 在以前十八十九 就是讓歐洲大陸不能統一 因為歐洲大陸一統一的話 怎麼樣呢 就下一個他們就會打英國 所以他要 這個歐洲大陸一片和諧的時候 他睡不著覺 他就要去歐洲大陸什麼 挑撥離間 而且其實我前一陣子 還在看金價 因為每次只要講要打仗 金價那個波動 漲幅很快的避險 那我那時候那一天看到 俄羅斯有一天不是說 演習結束 普丁就真的撤軍了 撤掉坦克車 哇那天金價你知道嗎 直接開始往下跌 各位今天金價多少你知道嗎 現在呢從日線圖來看 金價突破一千九關口之後 再向上一九一七到一九六零 不排除短期會到兩千關口 我只能說我賣得太早 不是啊 現在搶搞不好也不會太晚 所以其實大家在說 這是在幹嘛炒作金價嗎 這是個必然的 必然的話 因為戰爭的話 一定對這種貨幣 會是一種嚴重打擊 大家希望有實質資產 但是這麼做 對美國的通通其實 美國自己這樣做 他不是自己也害到自己國家 對 美國是有幫助 美國經濟也是被拜登這麼一搞 其實就是說 美國事實上一直在發國難財 他都發別的國家的國難財 那你現在如果歐洲打仗的話 歐元也會貶對不對 然後歐洲的資金會往安全的地方跑 哪裡是安全的地方 全世界最安全的就是美國 因為美國就是他安全就別人打 他會打別人 別人不會打他 對 他就打不到他 所以美國就靠這一點 他就可以 只要別人亂 但美元也是一直在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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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的話 當然就是說 這是因為美國經濟不好 那因為美國現在又可能要加息 對 升級的情況之下 對 美國的這個經濟是雪上加霜 可是他加息有個是美元會回流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這個海外發生重大的這種 安全的不確定的這種情勢的時候 這些資產也會往外跑 往哪跑 往美國跑 所以這個對於美國調整 他因為加息可能造成的 經濟上面的不穩定 是極有力的 是 是極有力的 所以美國常常就要發別人的國難財 美國一直在發別人的國難財 沒錯 那現在呢 而且美國之前還一直在 等於講什麼講呢 一直在炮轟中國大陸 在烏克蘭問題 你怎麼沒有跳出來 你一定要跳出來 他也要譴責俄羅斯 一直遷東遷西的 那現在呢 我看看到了一個消息 英國手上強森 他就有公開譴責 普丁說 你這叫公然侵犯烏克蘭的主權完整 就句號啊 但是 就沒了 對 就沒了 他能做什麼 因為英國最近的一些策略 都好像追蹤著美國 英國人其實也很高興 怎麼說怎麼說 因為英國他不加入歐元 英國現在也不是歐 要脫歐啊 沒有 影響不到他 你現在歐洲亂的話 英國又要賺 有兩個島國都要賺 小的島國 英國也要賺 大的島國 美國也要賺 那他今天刺激中國大陸 就是挑撥里奸 那中國大陸一句話就是說 我就是不想去添亂 你要怎樣 你們添的亂還不夠嗎 你把烏克蘭搞成這樣 就是你們幫倒忙 提油來救火對不對 把人家那個小火搞成中火 現在中火要燒成大火 那最後他們在那邊收割好處啊 烏克蘭的有錢人 已經跑得只剩下四個了 已經跑掉120億 現在這一下我看是 240億的跑光了 烏克蘭也是個歐洲大國 60萬平方公里啊 那些財富也看正好 有一波要到美國去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都 基本上是沒安好心 所以其實中國現在這樣 等於是在旁邊 我也不表態 但我也沒進去繳貨 那你們就看看吧 如果美國你看嗎 你們覺得他是大佬來調停 歐洲 北歐 北約 你們大家自己看看吧 等他們調完 你看這個世界 就是他們這個局勢 會變怎麼樣 的確現在大家也看到 現在越來越亂耶 原本現在是越來越亂 是烏克蘭跟俄羅斯 他們自己之間的問題 不過最後會認慫呢 我覺得還就是 誰 哲倫斯基 哲倫斯基 因為哲倫斯基他第一個 演員總統 現在我想烏克蘭老百姓 有一些人對他已經不滿了 你看你這樣搞了半天 昨天烏冬那邊 還有人放煙火 對啊 一直都有這種事情 就是說俄軍來了 然後烏冬的民眾是放煙火 各位 國慶煙火 那種真的是煙火 其實你要知道 在烏克蘭裡面 有17%的人口是俄羅斯裔 這些人還不只住在這兩個省 往東南還有一部分 所以本來這個 哲倫斯基少這個種族分化 讓烏克蘭裔的 讓俄羅斯裔的烏克蘭人 感覺受到壓迫的時候 他事實上已經就傷害到 烏克蘭本身的團結了 我這邊有一個中國講話了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召開的時候 中國常駐的 駐聯合國代表張軍 他今天講了這個話 我覺得就是非常有分量 因為其實大家都一直在看 就是中國如何來表態 在烏克蘭的問題 因為先前其實中國 不太想繳獲北京東奧 東奧圓滿落幕之後呢 俄羅斯開始有動作了 那張軍今天就說呢 呼籲雙方都要克制 避免任何可能造成緊張升溫的行動 也鼓勵外交解決途徑 所有的努力 就是也是希望和平啦 你看其實中國一直在講的 就是和平解決問題 是美國其實常常會一直放話說 我跟你說他打過來 他打過來 這種就有點像是你知道嗎 我們離婚了我們離婚了 講到最後就真的離婚了 所以講到最後會不會就如美國所想的 就打起來了呢 這是美國希望看到的啊 是 所以現在這個局勢的情況之下 拜登怎麼收尾 拜登很高興啊 怎麼說 烏克蘭大戰 烏克蘭很混亂 對美國來說有好處 當然有好處啦 就是說你現在越混亂 現在美國已經死誰之位啦 第一個你看拜登現在 美國還有誰在罵他 美國新聞都在注意烏克蘭 跟這個俄羅斯的這個緊張啦 所以拜登之前民調那麼低 他靠烏俄混戰 來救民調 他現在注意力都在這邊嗎 然後另外一方面 這個歐洲的緊張情勢 會造成歐元貶值 歐洲的資產貶值 所以歐洲的很多錢 資產會往美洲移 那不是就是他又要賺到了嗎 這些錢一定往美國移啊 那在美國經濟困難的時候 這麼多外資進來 對他來講不是一個大好事嗎 所以我是覺得你看 最主要我覺得真的 現在就看哲倫斯基了 他要不要繼續玩下去 他繼續玩下去的話 那可能就變成真的就是說 白俄羅斯也來承認這兩個國家 然後中亞也來承認 然後白俄羅斯的軍隊 也以和平的方式 進入到那兩個國家 哇 那這真的是 第三次世界大戰 在即的那個煙銷味不得了 謝謝今天的寶寶 哇 我們今天人超多的 現在我們的子頻 目前是7400 多少 今天445人 謝謝我們的英奇 看大舍手機 有成分在找資料 謝謝我們黃泉銘 葉君 舍渡喬 簡志豐 廈門 王世堅 C.K.Li GOGO 謝謝大家持續運輿 中國臺灣 還有探吉 秀吉 另外呢 對我們就持續來討論 所以現在呢中方你看 張軍也出來講話 和平解決 王毅也表達了 中國在外交上 有沒有來做出任何的改變呢 其實是沒有的 那其實也有人說 那接下來中方的下一步呢 因為其實中國也是有 住有很多這個旅屋的公民嘛 對 我其實認為 這個哲倫斯基應該不敢採取 比較這種衝動的做法 他也開會啊 他也在開會啊 我看他們也是 但我覺得哲倫斯基也很硬 他也是一直你看這麼多國家 跟俄羅斯談來談去 他其實只要一句話 我們放棄加入北約 我們絕對我們不加北約 其實一句話承諾 這整件事就沒了 但哲倫斯基為什麼不 他承諾的話 我想烏克蘭老百姓會要他負責 他就下台了 他的政治結論也深入了 所以是哲倫斯基自己 也想掌握那個權力 這個就是他現在大概在天人交戰 親美抗惡 結果最後落得如此的下場 親俄那一邊直接宣佈獨立 他就沒有想到普丁的手腕如此之 普丁這一招真的是太厲害 尤其是你知道嗎 紐約時報之前就分析 其實中國首次明確的跟俄羅斯 一起反對北約擴張 在前一陣子的時候 北京東奧的時候 習近平見了普丁 當時他們一起有一個聯合聲明 當時就提到了這一點 其實當時做了一個明示 意思就是 其實在烏克蘭問題上 這個等於也是一個表態了 很清楚表態 而且前兩天 反對北約擴張 譴責華盛頓的印太策略 以及美國 英國 澳洲的AUKUS 就是美國那一套 圍堵 圍堵中國的這套 還有這種新冷戰的意識形態對抗 前兩天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 也講得很清楚 他就跟歐洲人講 對 等於後來有沒有去慕尼黑 有去 有去 他還是去了 他在那邊 麥登不是叫他不要去嗎 跟他說隨時可能開戰叫他不要去 有點不太聽話了 所以他可能有難當頭了 那不聽美國的話 那美國人會請他 他去慕尼黑也要找 歐洲的朋友幫忙了吧 沒有 他去等於去 好像有點去訴苦啦 他說你們為什麼不讓我加入北約 你們為什麼不讓我加入歐盟 叫人家給他答案 另外一方面就說 他說現在俄國已經擺明了 要對我採取不利 你們為什麼不先動手 讓人家先幫他動手 那你想想看 誰要幫你打仗啊 人家說那俄羅斯我惹不起啊 怎麼樣 只是不知道 你自己搞不清楚 核武大國耶 對啊 德國會講我惹不起他 法國會講 而且你要知道俄羅斯好朋友是誰 對啊 確實就是說 至少白俄羅斯最近的 白俄羅斯人家也是 前線都預備好了 那今天德國外長心裡在想說 你有沒有搞清楚啊 那是你的問題對不對 你還真以為我支持民主自由啊 民主自由是不要流血 我自己人不要流血 不要付代價的時候 我跟你講講民主自由 你要我人要流血 要出錢出力 那才沒有這麼簡單的事 所以只能說 哲仁斯基有點被耍了吧 被耍了太久了 以為把人家的謊言當作真的 相信了 他真的以為美國會幫他 還有北約 他真的以為美國會幫他 一起入北約 我記得拜登之前 有說過一句話 最後他說呢 要不要加入北約呢 這個要烏克蘭 要問烏克蘭的意願 但他其實沒有把重點講出來 你要看北約的意願啊 北約有沒有讓你烏克蘭加入 不是說你想加就加 其實要加老早讓他加了 老早讓他加了 歐盟要他加也老早讓他加了 烏克蘭從蘇聯獨立出來 20幾年了 但是如果我們從經濟面來看的話 其實烏克蘭是最早響應 一帶一路的 也是中國一帶一路 其實通往歐洲 很大的門戶 烏克蘭也是焦點 那現在呢 中國企業在烏克蘭 大概是數十億美元的投資 那中國呢 從烏克蘭的 進口的話就像是 食用油啦 機械等等 然後烏克蘭其實 對歐洲來說很關鍵 剛剛講到的食用油 烏克蘭也被稱為 是歐洲的糧倉 所以在經濟的部分 譬如說像烏克蘭 30%的玉米出口到中國 而且中國是全球 最大的玉米進口國 所以呢 分析啊 如果呢烏克蘭 繼續再動盪下去的話 其實呢 對於 中國的玉米進口 也是會受到衝擊的 當然也是可以 從別的國家進口 只是這個經濟平衡 就被破壞掉了 對大陸來講的話 烏克蘭 它跟烏克蘭關係非常好的 你知道那個 遼寧號瓦良格號 就是從烏克蘭賣給大陸的 那烏克蘭原來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戰鬥機引擎的工廠 本來已經賣給大陸 後來美國出來干涉 又是美國 又美國出來干涉 不准他賣大陸 對啊 結果現在還在打官司 不過基本上 大陸雖然跟俄羅斯關係 跟烏克蘭關係也很好 那我覺得大陸現在扮演的角色 其實是一個 一個真正的朋友的角色 你兩個都是我朋友 你兩個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沒有選邊 沒有選邊 我就是講你們用一個 談判外交的方式來解決 對不對 我也說了 我還是支持 這個國際法上面 一些基本的準則 大家用這個準則來解決問題 那所以它在兩個朋友之間 它是扮演一個真朋友的角色 那像這些假朋友 在裡面就在三風點火 但我覺得烏克蘭也蠻妙的 它其實跟這種大陸有做生意 但是它一直求救的方向 都是美國跟歐洲 它沒有像中方這邊 因為中國大陸事實上 奉行這種不干涉別國內政 這個外交原則 我想這個部分 跟美國跟歐洲不一樣 美國是專門管人家家務事 對 專門跑到人家家裡去 烏克蘭管人這樣子 對 害死人家了 害死了 所以有的被它管得怎麼樣 你像經過美國照顧的國家 基本上大概國土都變斷源長地 來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各位 美國怎麼回應呢 就是剛剛說到了這兩個國家 頓內刺客跟盧干斯克 不是宣佈獨立 應該說也不是宣佈獨立 應該說俄羅斯承認 他們獨立國家 那俄羅斯現在派軍算不算入侵 有沒有算入侵烏克蘭 美國做出最新回應了 對 你知道嗎 拜登 我覺得真的 我看到這邊 想想烏克蘭 想想兩岸關係 想想美國來繳獲的話 會變什麼樣子 拜登今天說了 白宮說 俄國可能隨時全面入侵 但是呢 他說今天 派這個違和任務 俄羅斯普丁他說呢 不構成進一步入侵行動 也就是說今天以違和部隊進入 其實美國沒說話 對 他說不構成 他說不構成入侵 所以哲倫斯基總統 就一頭去撞牆壁撞死算了 所以哲倫斯基今天才會一直想 我們絕對不會把領土 讓給別人的 我們要維持和平 但是他現在講這個 我真的覺得 很像是演員在被台詞 這句話的意義是就是說 美國沒有承認 盧甘斯克跟頓內斯克的 主權國家的地位 可是他講這句話 是間接承認這兩個國家 的主權地位 因為人家軍隊進到他說 不構成入侵嘛 不構成入侵 那這一定不是烏克蘭的 那這一定不是烏克蘭的 才不構成入侵 所以美國等於是擺了 赫倫斯基一道 搞不好在這個談判桌的 好 我們這個密室談判的時候 已經喬好了 美國就說 那你就趕快宣佈 你不加入北約好了 如果你不宣佈的話 我跟俄羅斯一樣 一起承認這兩個國家 結果最先承認的 第一個是俄羅斯 然後第二個是美國 第二個是美國 那魯蓋斯克就立刻從辦公室 往下跳就好啦 哇 所以其實白宮現在 你知道我覺得拜登 因為拜登也要選舉 所以其實他也很明顯 很明白 因為美國人其實也不想再打仗 從阿富汗撤軍之後 已經看到那一片混亂 美國也知道說不要再打仗 所以我覺得拜登也很會算 他看民調 他看民意 看風向怎麼走 從一開始一直好像 給他感覺就是 烏克蘭現在是美俄對抗 結果到現在沒有喔 美國沒有美俄對抗 你們烏克蘭日以你家務事 我只是警告我的人民 我也不會派兵去 危險你們趕快離開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還要跟美國做 保持這樣子親美的 這種策略關係嗎 我現在越看越害怕 就是說 來來來 等一下 我們有個朋友在烏克蘭 Chen Lee C-H-E-N-G Chen Lee他說 我就在烏克蘭 百姓真的很可憐 Chen Lee請問你在烏克蘭的 哪一座城市是在基辅這邊 還是比較靠烏東那邊呢 可不可以你再跟我們 多聊聊當地的情況 大使我們這個節目 真的是全國際的 我們現在子評是8685人 謝謝大家持續應援 邀請大家給我們節目 大力的支持 跳出聊天室 幫我按個讚好不好 拜託你這個一個小小的讚 對我們的節目來說 真的長長久久非常的重要 四月語問克里米亞怎麼辦 一宣說美國需要打仗 看和誰打 真的 美國拜登一開始就講名了 我用白話文講就是說 白登告訴全世界說 俄羅斯這個國家我惹不起 拜登其實早就知道 他我惹不起啊 因為那個時候要撤僑的時候 他就說你不撤的話 你們不要指望我進入到 像當時在這個阿富汗 或者是伊拉克或敘利亞 我美軍進去幫你撤僑 他說如果說我們兩邊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世界上 一個核武大國 如果我們雙交火是一場 世界性的毀滅性的戰爭 他不想這樣做啊 就是說他不敢跟俄羅斯 搞相互毀滅啊 那我們聊天室有朋友說 謝謝我們的陳梅 謝謝我們的會員 他說今日烏克蘭 明日臺灣呢 我先打個問號 因為再來Zin說 美國可是美國對臺灣的承諾 堅若磐石 美國每次都說堅若磐石 今天我真的要問這個堅若磐石 怎麼寫 美國在烏克蘭還有大使館 他給烏克蘭外交承認 美國對臺灣1979年 就跟你斷交廢約撤兵了 我就不曉得有些人 為什麼要相信美國 今天還堅若磐石 謝謝梅銀記 他那個堅若磐石 是什麼石 堅若磐石 如果以這個中文來說的話 石 我們有很多的諧音喔 嚇死了 對啊 這個所以要相信美國的話 還有人這樣相信美國的話 我只能說他自己頭腦有問題 我們的Dart Pan說了 西方扶植喜劇演員總統 俄羅斯扶植東部獨立 當然其實有個分析 接下來的烏克蘭會怎麼走呢 有一說普丁要扶植親俄政府 有這個可能性嗎 他基本上已經是 你說把烏克蘭搞得親俄政府 是有可能的 其實烏克蘭當時出從蘇聯獨立出來 他其實那個時候的領導人很有智慧 他是主張什麼不結盟 就是說不倒上西方 不倒上東方 他是站在中間做一個中立國 那很多國家也就勸 哲倫斯基就講說 你還是辦這個角色好了 你不要一直往西方靠 你想加入北約 北約說我不敢接受 北約也沒有要接受他 從頭到尾 北約說我哪敢接受你 你把那個老大哥 北極熊羽毛了 對不對 真的動起兵來的話 他是戰鬥北極熊 我幹嘛為了你烏克蘭 跟老大哥鬧翻 對不對 你乾脆就學芬蘭嘛 芬蘭就很簡單 他絕對不會加入北約 他也一直配合俄羅斯 他不會去找烏克蘭 對 芬蘭就比較感覺 沒有介入這麼多軍事啊 那你知道 你知道哲倫斯基他們怎麼樣 他們是什麼 去惡化 烏克蘭裡面有一大堆 是講俄文的 也是俄國人也講俄文 就他說你不准講俄文 蛤 烏克蘭現在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是語言滅絕嗎 就是說 所以這個是語言 另外一個他這些 盾內斯克 然後他就派軍隊去打 打了這麼多年 打了這麼多年 死了一萬四千人啊 所以俄羅斯就是說 你烏克蘭在搞種族滅絕 第一個你把在烏克蘭境內的 俄羅斯人 你把他的文化認同 你把他消滅 另外一個呢 你對這兩個地方宣佈獨立人 你派軍隊去轟他 去炸他 雖然你沒打贏 可是你也死了一萬四千人 對 所以現在烏克蘭真的是 還沒開戰 但是他們已經大內傷了 謝謝我們的 我們今天已經破九千了 我們看今天能不能衝破萬 謝謝檸檬山他點到這一點 蔡立委說美國可靠嗎 檸檬山說臺灣更慘 嚇壞了 謝謝超級派拉利 謝謝我們的陳梅 謝謝就意料理正中 所以呢 堅若來了 這個是捨杜喬 剛剛說堅若磐石 他說堅若磐子 的確 我覺得在美國 介入臺灣的角色 我們真的是臺灣人很像磐子 這個叫做 美國也對烏克蘭講過 那麼多錢 美國也對烏克蘭講過 拿去買美國的 對啊 美國對烏克蘭講說 我們對烏克蘭的支持堅若磐石 今天這就是他對烏克蘭的支持 等一下 美國也跟烏克蘭講過 到處堅若磐石 所以到處堅若磐石 最後就是大家都是磐子 你要認清美國文化 美國的離婚率最高 結婚的時候都是什麼 都是我愛你 此情永不欲 對不對 可是呢 一打擊官司 一生只愛你一人 兩邊就律師來怎麼樣 來搶財產啊 然後去搶來搶去 這是美國文化一部分 所以你要去相信 美國堅若磐石 那今天烏克蘭 如果哲倫斯基相信 美國堅若磐石 他今天就知道什麼叫 美國人定義的堅若磐石是什麼 他現在就應該清楚了 那就基本上 他現在是全世界 我覺得最孤獨的男人 你這個分析 真的是讓大家看到了 從烏克蘭的情勢 大家從去年到今年 我們就看美國繳獲了哪一些國家 你看從阿富汗的撤兵 撤得哩哩啦啦 北約也覺得 現在怎麼樣的情況 美國變了 美國真的變了 他們不再是 讓美國再次偉大你知道嗎 他根本就是 美國只想要他們自己偉大 別人都不可以偉大喔 你們都不准 中國你們發展航太 你這個是威脅 對不對 俄羅斯你這個駐軍 你這不叫維持和平 你這叫隨時進攻 所以有人一直在講 美國是霸權 你說它是不是霸權 不講道理嘛 然後呢 只能他說的就是理 別人都沒有辦法說的是理 你看他對阿富汗 現在你要回想起來 阿富汗的政府軍 傷亡率作戰力 傷亡率都比美軍 在阿富汗美軍高很多 然後呢也非常認真打仗 結果美國要撤走的時候 美國說阿富汗那群政府軍 貪污腐敗毫無戰慮 混吃等死 然後呢 阿富汗那個總統 又被美國人怎麼樣 形容成怎麼樣 貪生怕死什麼樣一大堆 然後呢你只要跟他合作的時候 他就跟你堅若攀石 你一位自己著想的時候 他就把你形容一文不值 而且現在美國又把人家 阿富汗的70億美金的外匯存體 沒收 沒收之外還拿去自己用 對啊 沒用自己用啊 而且人家阿富汗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小孩子都沒有飯吃餓死 美國還做這種事 那你會相信他能主張什麼 國際正義嗎 他天天以正義之師自居 你看他的實際作為 那你看今天又擺明了 就是說俄羅斯的行為 不算是什麼樣 不算入侵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講 哲倫斯基乾脆自己先辭職 要不然他將來 情勢在發展期 美國就把執額恩斯基 一些醜事通常要掀出來 要把他形容得一塌糊塗 因為美國可能要去扶持 另外一個政權 那其實呢 烏克蘭也繳了很多保護費給美國 還有應該說英國也有 他們也是買了英美啊 跟他們推銷很多 你要保家衛國 所以今天俄羅斯隨時要開戰 你要先自己準備起來 所以有很多的 包括什麼反坦克的那些炮啊 所以那要錢呢 烏克蘭的保護費也繳了 也繳了 所以最後落得如此下場 他們到底 哇這個金額應該是 非常龐大 所以就是說 最後回過頭來就是說 要反省的可能是烏克蘭人 第一個他們選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喜劇演員 最後把他們演成悲劇 那是誰讓他去當那個總統的 這個烏克蘭老百姓 這讓我想到我們的817 所以另外這個總統 一味的相信 把所有的賭注 都放在美國的盤子裡面 最後自己變盤子 所以就肩肉盤子了 對 肩肉盤子 所以他今天這個處境 那如果他今天準備說 那我就孤注一字 來打一場吧 好吧 那正好大家都在拍手 誰不希望別人看別人打架 然後自己賺錢 因為我去賣軍火 對啊 美國有這個 所謂的兵工複合體 美國的軍費一年要7000多億 人家都不打仗了 他怎麼合理化 他這麼多的國防預算 而且俄羅斯 他本身也是核武大國 然後最近幾年 彭博丁一直在說 他們已經研發了 這個超高音速飛彈 對 所以真的也是 美國不敢惹俄羅斯 美國自己的超高音速飛彈 還沒成功 他現在是落後 而且落後中國大陸 落後了俄羅斯之外 可能也落後北韓 雖然說金正恩到底那個 研發是真的假的 不知道 上一次美國自己抱怨 美國抗議說我在哪裡 我的飛機在巡航的時候 比較靠近俄羅斯 他說俄羅斯的軍機 飛到離我們的飛機 只差1.5公尺 兩個飛機只差1.5公尺 這已經是太近了吧 1.5公尺 俄羅斯就是告訴你美國 你不要來惹我 其實戰鬥飛機秀 你去修理一下那些 阿富汗可以 你對我俄羅斯不要開玩笑 你要飛機靠著我國土太近的話 我就跟你飛的只差1.5公尺 所以美國呢 美國也不能這樣說他 不過真的有點欺軟怕硬 碰到硬的 你看美國現在就把那個軟的 把那個哲倫斯基當場賣掉 現在不是當場賣了嗎 對 真的是 把烏克蘭堅若盤子 今天時間過得太快了 只剩下最後1分鐘的時間了 那最後1分鐘 大使你可以來幫我們做一個 短短的總結嗎 先非常謝謝天意 記得我們的寶寶們 來到我們聊天室 一定要幫我們按個讚 你看你這個小小的 動動手指按個讚 對我們來說真的是 大大大大的給力加分 謝謝我們的Kell Wong 沙勒美 公孫無忌 張爵 好 今天時間到了DL Justin Su 還有Shay Zudai 主持人話太多了 好 我話少一點 我要丟球給大使講啊 好 謝謝大家持續來應援 今天9476人 好 大使我們來做個 短短的總結好不好 現在照這個處境來看的話 我覺得烏克蘭今天處境 烏克蘭自己本身的政策 要負一定相當大的責任 就是說他用英文來講 他揮出了一拳 這個拳是跟他的量體不符合的 所以他今天的命運 與量級去打重量級 去打重量級 所以他今天的命運 就被美國俄羅斯 完全在操作 那所以今天美俄 又不會衝突的情況之下 最後犧牲的一定是他 所以他今天的處境 真的烏克蘭要自己 要重新好好的來檢討一下 那麼希望他們不要再繼續錯下去 不要相信那個 別人跟他講的什麼 堅若磐石之類的那種 空洞的承諾 這句話其實也是講給 現場很多觀眾朋友 誰是堅若磐石 誰是磐子 今天非常謝謝介大使 來到我們的節目 那今天最後呢 讓我來工商服務一下 邀請大家一起支持 我們的工商服務 兩分鐘的節目 我們跟大使一起看完好嗎 喜歡吃麵 喜歡吃水餃 總覺得少一味的 來 這一罐是什麼 海皇XO干貝醬 你知道嗎 這原本呢 是要入住澎湖的 這個喜來登的總統套房 你才可以得到這個XO醬 但現在呢 我跟你說 直接產業合作 只要到快點購呢 這一罐讓你買回家 它香香辣辣的 它是有點微辣的口味 從這邊我就可以看到了 超多的干貝 然後裡面這是鮑魚塊嗎 小小的鮑魚塊 然後還有辣椒 感覺就是非常的夠味 這個主廚呢 是用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大干貝 珍珠鮑 石斑魚肥力入醬 做出了這個皇家品味的口感 而且呢 因為鮑魚含有這個球蛋白 20多種氨基酸 它也可以提高人體的保護力 主要呢 干貝啊 是來自海洋的保健品 好 裡面呢 真的是滿滿的好料 絕對讓你料多實在 然後其他市面上啊 可能都是用那種 小魚乾做的一首講 但是我告訴你 這罐真的不一樣 好 媽媽 媳婦們的料理神器 好 煮火鍋啦 好 吃火鍋的時候啊 配一瓢沾啊 真的 讓你多一味 讓你所有的料理升級 很多人在問喔 之前過年的時候 已經全部賣完了 很多人在問 這要哪裡買呢 直接來這個QR Code 快點購QR Code 來幫我掃一下 快點購QR Code裡面呢 有很多中天嚴選的商品 喜歡的好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囉 總統套房貴賓專屬 快上網搜尋 快點購訂購 領級海皇XO醬 或撥打客服電話 0800-660-608 中天觀眾獨家享有好康優惠喔 輸入鄭一貞推薦代碼 CTI626 還另外享有折價優惠喔 好 我先最後呢 謝謝Singularity AGL 他說呢 美國人就是想看到 中國人打中國人 然後要台灣觀眾想清楚了 好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有再快點購買東西 我要告訴大家一個會員折扣碼 如果你要買東西 你一定要記得輸入 一貞的折扣碼 CTI626 626是我的生日 給你專屬的優惠 CTI626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囉 謝謝傑大使 今天精彩的分析 謝謝所有的粉絲寶寶們 下個禮拜二 真心話大冒險 每個禮拜二下午的4點鐘 準時Online直播線上見 歡迎等一下回來留言 拜拜 拜拜